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四轮的比赛中 2比0战胜了自己的队友陈金 那么在第二轮比赛呢 是战胜了印尼的选手 李崇伟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作为东道主的一名球员 我们势必在场上会听到很多的现场观众在为他加油 那么今天为您担任现场解说的依然是前世界冠军张卫和于阳 我们刚刚从屏幕上看到了马来西亚队的教练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就是前中国男子单打的教练李毛 他之前是在韩国执教 现在去了马来西亚指教男单 应该说羽毛球这个人才的流动也是非常的活跃 包括像很多中国队的以前的好手 像那个皮红燕啊 包括刚才跟这个张宁打的姚杰啊 这样一些选手都是到了国外去打球 并且代表像荷兰啊 法国啊这样的打球 也形成了一个海外使团 应该说鲍春来在这个男单选手中啊 他这个身体条件非常出色 对 明显看到男单比赛一上来就是球速非常的快 也非常精彩 马来西亚很多的男单选手 他这么打法也都是以防守反击为主 没有很强的那些进攻的选手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鲍春来的对手李崇伟的状态也是极佳 因为他在上一轮的比赛中呢 是战胜了奥运会冠金陶飞克 包括陶飞克他在前面一战新加坡公开赛的这个也是获得了冠军 说明陶飞克的状态也非常棒 那么李崇伟能够战胜陶飞克 也说明李崇伟状态非常好 而且也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所以今天他可能会对这个鲍春来形成很大的一个冲击 而且他又是在东道主 对作为一名东道主球员 他应该说是拥有着天时地利和人和 那么李崇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八位 而鲍春来呢是第四位 鲍春来他的技术条件 他的身体条件也是非常好 就是他唯一的缺陷就是还是比较年轻 他的一些出球的处理上 没有像林丹他那么有信心和那么有霸气 应该说鲍春来和林丹是同一时期的选手 他应该说是一起成名的基本上 但是鲍春来他现在感觉自己好像跟林丹之间也有一点点差距了 毕竟林丹呢也是在多次公开赛中获得冠军 而鲍春来是在应该说近一两年中啊 是很难有这个上家的表现 所以他也极待需要一些冠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可是在不前一段就是我们中国队重得汤姆斯杯的时候 他的几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精彩 对应该说也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和林丹的问题都是缺少一些单向的这个冠军 比如说一种大赛像试锦赛啊 像奥运会啊 就是比较有重量的这个头衔 对 像这种应该说汤姆斯杯 他们俩都是夺冠的功臣 汤姆斯杯也是在这个失去之后啊 应该失而复得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这次我们重得汤杯的话 永博教练用的都是像林丹抱群来 然后蔡英富兰峰一些年轻的选手 因为我们知道你看像夏宣泽退役之后 包括现在陈宏的竞技状态也是一般啊 对 那么接下来可能就需要像林丹抱群来 这样的新生代选手来永挑重担 但是知道抱群来的他的进攻是非常的犀利 但主要问题就是在他的一些体力控制 和在一些防守的处理球上 还是不够老练 哎呀 这个球意识是好的 直接是一个正手的大斜线 先是一个往前把对方调动开 随后是攻击对方的反手 这正向昌费这个说的反手只能起到一个防守和过度的作用 所以你看这反反手一防质量不高 马上就被对方是直接是高高跃起一个大力的扣杀 所以一般的选手在开始比赛的时候都是唯一的打法就是压制对方的反手 一是反手他出球力量不是很大 第二他反手制完球以后 就是他有一个转身 重新来判断的一个过程 对 速度肯定要比你这个前面如果说是正手的就是连续的衔接的进攻 可能要慢几秒钟 因为他是背对着球网击球 比如说我们觉得业余选手特别欣赏专业选手的这个反拍的击球 觉得特别的漂亮 而且我觉得挺难学的 因为你完全是一个下意识的感觉 或者手上的感觉 因为其实看不见球 对不对 完全是身子都已经背向球网了 但是我们小时候在一些专业训练中 教练员是极力的要反对用反手 进来的头顶去转身去打 那个是迫于无奈才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抢时间的办法 已经来不及侧身了 但那个动作往往让业余选手非常的迷恋 他看到李重伟的场上他的步伐很灵活 对 他的身形也是属于比较这个矮小型的应该在羽毛球选手中 但是确实很灵活 如果你男运动员没有明显的特长的话 你要在一些高手的行里面来 是难以立足的 对对对 不像女运动员 你如果没有明显的技术漏洞的话 你靠自己稳健的发挥 可能还能够比如说挤进这个世界排名的前20啊 或者怎么样 但男选手一定就是说要有自己的技术特长 主动得分的手段 你没有得分手段你就不会生成了 这应该是李重伟的fans 刚才我们现在画面看到的就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 应该说李重伟也是继这个马来西亚选手哈菲兹之后 涌现的一批新生代 可能他们在一些公开赛场成绩不是很优秀 但是呢在我们的实现感觉中 其实在马来西亚可能一些球迷感觉中 他们也就是像我们心中的跑成莱雅林丹一样的感觉 刚才非常有意思 这次可能因为是这种公开赛 不是所有的教练都来到了这个马来西亚 刚才我们看到转播镜头切了一个唐学华教练的镜头 对 那是女单的教练 因为可能在变场里是林丹和PTK的比赛 可能是PTK的感觉上实力比较强 可能我们的男单教练是坐在他的场地上 在指导的话就不能雇到两个场地 因为本身去的教练也很有限 对 所以我们看到女单的教练 唐学华那也是可能在为报春来做这个场外的指导 其实羽毛球不像其他项目 好像那个教练真的坐在场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是不是 因为我发现他们因为不能主动叫暂停 只能每局和每局之间教练上来跟你说个一分钟 其实好像很有限 教练就起到一个帮你稳定一下心态 通过一个衍生交流 或者一些很小细小的一些感觉吧 因为就算第一局打完 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教练讲了很多 你脑子都是听不进去 顶多可能会帮你分析一下对手有什么弱点 对 对手的什么弱点在打 除非你场上有明显的一些错误出现 他帮你指导一下 他有的一队很有意思 他就是达到很高水平的 他还是要打球的时候喜欢去找教练 有的时候他教练不再坐在场下 他就会完场的找 思想不集中 很奇怪的 觉得心不定 对 特别是很多中国运动员特别有这种 有依赖性 我们发现这个李崇伟的这个轻动的结合啊 非常好 而且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动作你看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已经多次骗过了鲍春兰 他在空中有一个在空中的停顿动作 因为他的身形比较矮小 他有个跳气 跳气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空间上 会有一定的这个这个时间啊 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去做一些思考也好 或者做一些假动作也好 他的动作其实跟要扣纱和放轻调的动作是一样的 也就是最后在手指上才一些变化 所以我觉得羽毛球的这个 我业余选手都是在那个拼死力啊 就看谁跑得动 谁能够进行多拍回合 真的好像我觉得这种 比如说放往前啊 或者这种技术动作 一些假动作 基本上没有啊 很难 我觉得 其实一些高水平的 你看他又是水平高以后 他常常感觉他很轻松 不费力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他因为他出的每个球 就等于像下棋一样 你都是每步都在限制你 你回的球都在他的判断之内 这个球应该说是抱春来盯着这个李崇伟在打 李崇伟根本没有让开 开身子这个球没办法发力 一个像双打的平球挡的技术 放往前质量不高啊 从队来说抱春来因为他人比较高 可能他的一些下手球啊 会比较慢一些 难控制一些 他的重心比较高 对 头顶的杀球 但他的优势呢 就在于后场 他可以不用每个球都全力的起跳 对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体力 对 他有他的空中优势 杀的球站要是很凶很坚弱 还是挑到了后场 还是这个反抛啊 反抛让对方是找到了一些时间 反抛球速不快 他可以有充裕的时间 放一个高质量的往前 你看他反抛接完球以后 要再重新把整个身体 转到面向球往 他还能来得及转呢 又得要去接这个 下一个这个回球了 所以这就是反抛最大的毛病 可能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 不想转身 想用反抛 但是没想到 涂了这一时之快 接下来这个球 你可能就来不及 再去做一个很高质量的这个回应 对 因为相对你用反抛机球 你出球的弱点 就没有正拍这么多 只能是打到后场 和打到往前 对方就容易去抓你这个球 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对 球出了底线 反正这些球他一过他的头顶 他就能判断出是出界还是好球 8比11 三分的差距 很可惜啊 正手的大力的杀球是出了边线 是着急 这个球如果杀在界里的话 估计抱成来很难救起来 抱成来几乎没有做出救球的动作 继续调到后场 他也是非常执着的 就是盯着抱成来的反手 对对对 应该说他在这个比赛中 逐渐是找到了抱成来的这个弱点 有的时候在比赛中 一个环节被对方抓住了 其他球就都会打不出来 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有的时候比赛中 并不是说自己发挥了多好 反而是要先找到对方的漏洞 然后盯着对方的漏洞再打 要限制对方的发挥 我记得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 现在男队的主教练刘过良 因为他做运动员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用脑子 在打球的选手 他经常用自己过去 在参加大赛的这个经验 来教育自己的队员 他就说在比赛中 你不要想到 我把这个训练的水平 发挥出了多少 他说你在比赛中 只要发挥出40% 自己平时训练的40% 他说就已经很好了 但最关键的是 需要抓住对手的漏洞 这就是 我们所说就是 我们一直讲的要会打比赛 因为你老是盯着自己的发挥 如果老想以自己 比赛水平和训练水平来比 你就会永远对自己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的话 你就会出招很不自信 对 所以我就想 为什么就会有很多那种比赛新的选手 对 有时候可能平时训练 也不是特别的刻苦 可能在队里打比赛 成绩也不是很好 但是一出去到一种大赛的时候 往往就感觉 这个队员确实很有潜质 他就会利用任何的条件来帮助自己 而且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有些队员他训练 练得很好 但是一出去比赛 好像换了一个场地 重新换了新的对手 适应能力会比较差一些 他就觉得 不是我想象中这么舒服 他就觉得浑身别扭 对 现在比分是11比9 直接是接发球的后场的扣杀 这就是男子选手的优势 这个球也属于有点搏杀性的 稍微你的球有一些到了半场 或者不是很大位 他就会有机会来进攻 放往前再调起来 连续的往前的封杀 连续三拍 看到他每一拍也不是很重 但是连续性很强 速度很快 李崇伟只有招架之力 而且回到的这个点 全部是抱春来的 不用步伐移动 就可以控制的 照顾到道的这些面上 就像一些拳击比赛里面 那些轻拳刺拳的感觉 这是一套组合拳 又是盯住反手 最后是李崇伟自己的这个后场的杀球出现了失误 抱春来也是长了一张娃娃脸 他和林丹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身上好像缺少一种杀气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 就是觉得他的球虽然很凶 但是就是出球比较正规 打不出一些对手出乎意外的事 好像就是比较中规中矩一些 有的时候可能打球做人当然要中规中矩 但是打球可能需要一些说的也许可能不是特别这个合适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小聪明啊 或者是拖肩耍滑啊 这种滑头一些 不能完全靠这些来来得分 但是呢要需要一些 对 至少是就是要出其不意啊 这样对手想不到的 场上一定有变化 你同样的球你从头到尾都是保持这样打的话 对手已经适应你了 看团可能没有出界随后回球 两人都在逗往前 哦 杀到反手 啊 这个 还是验证了一个这个 反手的这个转身 确实是存在了一个速度太慢的问题 你看 其实抱怨了 我们感觉已经很快的在绿球 马上把这个自己的身子面向往 但是对手知道他这个转到对面 只能回到这个路线 嗯 他不可能打到对角去 哦 又是连续的出现了反高的失误 毕竟抱重来的这个身高 他应该有一米八五 一米八五的身高 确实转身这个方面 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灵活性 其实像对打他这些身高比较高的选手 往往一些打他的近身 要比较他眼神要有效一些 因为他手长 他的灰臂 百臂会慢一些 对 或者就是说 那么可能他就让身让不开 对不对 他就让身高 通过自己后场的一拍 对方回球质量不高 回了一个半场球 最后就是一个头顶的杀球 这个球可能爆出来有了准备 知道他要推他的反手 所以他改成侧身用头顶来打 而且说实话 刚才那个球压反手压的也不是很靠边线 他也有侧身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我们放到我们女单的教练唐学华 可能他们那些转播记者也觉得很奇怪 像这种公开赛一般可能也只去两三个教练 不会去太多的教练 在场上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们的影装也没有看到 一般像这种 唐格贝啊 苏迪曼贝啊 肯定重要的比赛 他总是临场在指挥 对 谢谢啊 接杀失误 他也是一直跟鲍春莱的反手 偶尔突击一下右正手 还是比较有效果 就像你前面说的鲍春莱 这个人高马大 身高必长 打一些追身球 打一些贴身的球 他其实是反而很难防的 特别是单打 男子选手像他这样 包吵刚刚那个球 他这样起跳起来的 你是觉得满场地都是要补救的地方 确实很难去补救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鲍春莱 一般这种跳沙的球 也是在这个十拿九稳的时候 他才会这样子做 又夺回了发球权 还有一分可以拿下 这一局的比赛 披打了对方的这个控单位上 这样的话包吵来 拿下了第一局的制胜分 十五比十一 压到反手 然后偷袭对方的正手 非常成功 但是这次马来西亚公开赛 好像是在南单方面 世界上一些比较最高水平的 都来参加了 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过 尽管马来西亚公开赛 它是四星级的比赛 但是作为八月份 市井赛之前的这个最后一战 这个国际性的公开赛 大家都是力图通过这个比赛 来抢夺积分 这样的话市井赛的时候 可以积分高一点的话 可以占据种子选手的这个位置 那么可能会对打市井赛 会有利一些 而且现在一些奥运会 包括市井赛 它都有一个资格问题 就是说 以前有些运队员 可能在大赛前 他需要长时间的调整训练 他不参加一系列的这些 级别不是很高的公开赛 但是他国际运人 他现在最新规定就是 你没有积分情况下 你必须得打资格赛 或者根本能参加资格都没有 迫使这些运队员 为了要有好的排名 能够有资格参加比赛 一定要参加他们一战的一些比赛 有些选手可能为了保存实力 或者为了血藏 对吧 现在其实随着这个国际大赛的 越来越频繁 基本上不可能有什么 血藏的机会 你必须有积分 你没积分 你怎么去参加一种世界级的大赛 包括现在国际旅连 也推出了一系列这个比赛 像可能会在09年 当然比较遥远一点 但是可能也就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 那么09年 他们会推出一个世界这个男子联赛 那么这可能也就有点相当于这个 比如说国内的这种中超啊 或者是拼超联赛 但是它是一个更国际化的这个比赛 因为可能现在只有男子选手 在世界上都有各国都有一些名将 打起来比较激烈 可能女子方面都是相对来说 中国队是有绝对的实力 而且因为是联赛嘛 所以他那个比赛肯定打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要历时三个月 而且他这个比赛呢 是选取这个16个国家 就是羽毛球水平比较强的16支国家 来组队来进行比赛 那么分成两个小组 每个组呢是八支球队 要打主客场的比赛 整个赛期呢是为期三个月 那也是在对应对员一些体能上 也是要求很高 尽管可能他具体的这个比赛的方案 还没有确定 但是可能初步规定会像汤姆斯贝那样 就是有三个单打和两队双打 等于说就是一项团体赛一样的 现在立成为第二局的比赛是0比4 一分未得 漂亮 又是一次成功的把对手给调动起来了 漂亮的对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的慢动作回放 先是压制反手 然后是对角 勾到对方的这个正手空档位上 这种进攻方法是曝春莱最理想的方法 因为他的身高 他起跳以后 他的制高点很高 就是出了底线 曝春莱再得一分5比0 这个球挑的太高了 以至于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太长 线路也过长 他因为前两个球给曝春莱扣死了 可能想挑的再靠近底线一会儿 一次往前成功的放往前球 这就是曝春莱 他这个前面这个张卫说到的 身材太高 放进一种往前的小球的时候 重心也太高 对 他看到曝春莱打球的时候 他的一些小的碎步特别少 都是几大步几大步 如果你的出球正好对准他的步法的话 你根本就很难防止他的球 他现在打乱他的步法的话 他的调整步法 他因为人比较高 他比较慢 漂亮啊 比球又是 先是给到曝春莱的反手 曝春莱反手回了一拍 各度了 然后又是觉得质量不高 随后呢 是在反手位呢 是侧身打 结果你看到 他的正手位有多大的空档 对 一个愉悦的旧球 球是碰到了 但是这个球也飞出了戒败 第二局的比赛 吕春莱是刚刚拿到第一分 1比5 结果自己一个发球失误 我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惜啊 对 多拍回合之后 非常艰难的夺回的发球权 随后自己一个发球下网 想放一个往前的短球 可惜手感太轻了一点 这些是边线 而且排骨差得很远 这个扣球可能是出了底线 应该是对 应该是出了这个边线 边线 这可能不是抱春莱的判断 他可能是够不着这个球 财判好像跟抱春莱交流了一下 对 因为他规定 比赛规定是 一个球的出界和界内 用裁判来比对 英国人不能 裁判给裁判一些 自己认为出界 一些手势 来误导裁判 经常看到李秋伟得分手段 就是连续两次的攻击 抱春莱的反手位 抱春莱的这个转身啊 还是需要加强一下 然后压总是压反手给正手 很可惜啊 杀一个正胜手 杀一个斜线 他在看到前面的抱春莱几个反拍 像一般业余选手 他有些业余选手也在问我 为什么我们的反拍 不能打到对方的后场 其实反拍 你一定要背对着球网 你才能发出力 你如果想测身 光是测身来打这个反拍 你肯定发不出力 一些业余选手 往往在配合打反拍的时候 只是用手去够这个球 嗯 够这个球 势必他这个 呃 不可能借助到这个腰腹的这个力量 对 一定要背对对球啊 因为反拍的手腕 毕竟没有正拍这么有力 这段时间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 李崇伟把球的这个速度加快了 对 抱春莱好像有点这个 踏不上这个节奏了 每一次多拍 他都是抢弓在抱春莱之前 嗯 因为他感到抱春莱 主动出击的意识非常强 对 比分的这个差距也在逐渐的缩小 发球之后直接就是一个放往前小球 抱春莱就说自己一定要稳定情绪啊 不能出现这种主动性的失误 嗯 他每次在打比赛中容易出现这种毛病 嗯 出现问题之后马上就 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呢 随后的比赛可能就 会这个 一泻千里 你看李崇伟现在是 在0比5落后的情况下 已经将比分反超为7比5了 最后抱春莱要顶住啊 抱春莱就是在这方面 他可能还是显得比较 智能了一些 在对方改变的情况下 他还是悠悠地跟着对方去 从速度来打 没有能够及时地去限制对方 嗯 所以我们前面也说 抱春莱长着一副娃娃脸啊 你做人也是比较忠厚老实 对 做人比较厚的 但是打球的时候应该是 要动点小脑筋 要学会怎么样去调动对方 其实我们很多 一些运动员都是 就是从他的打球 一些球风啊 一些球入意识 一些思考的方法来看 就是可以看他平时为人 做人是什么样的脾气 好像抱春莱在队里的人员也挺好的 对 大家也都把他当小弟弟一样 经常跟他开开玩笑 很随便 对 因为我知道这个 他是湖南队的队员嘛 像湖南队的这个龚瑞娜呀 还有这个黄岁啊什么的 他们有时候回到队里头去比赛什么的 像他都叫他们黄姐呀 娜姐啊什么的 对 然后这个抱春莱很有意思 黄岁就开他玩笑说 抱春莱啊 你这叫肥水流到外根田啊 言下之意就可能说到他和这个 罗雪娟的这段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恋情 对对 而且很多人都是叫他小光小光小不爱 看着这就显得像一个比较乖巧的小男生一样的感觉 邻家男孩的感觉 但是最近有网上传出消息啊 说这个 苏丁曼杯之后 抱春莱 当然之前是一直 他和罗雪娟都是 一直都在说他们俩是比较要好的朋友 没有承认是这个恋爱关系 随后这个抱春莱在这个苏丁曼杯 正式对外界说 他说 我们分开了 他说他和罗雪娟分开了 看来也是好朋友也不做了 对 因为他们俩以前的这个主要联系的手段就是靠发短信 毕竟两个人都是职业运动员 都有自己各自的事业和频繁的比赛 对 又是从事着不同的项目 也不可能一起出征 所以平时可能也只能靠短信啊 电话来联络一下感情 相信现在可能短信也不发了 而且像他这样已经打到这么高水平了 如果能够再用全新心来打 因为女卯球我们的英文说明还是不是很长的 虽然他现在比较年轻 可能就22啊 但是再过个几年 如果还是保持这种水平的话 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种角色 因为年轻选手都是冲击的 对 其实抱春莱自己已经意识到了 他现在就这种被浮 这种夹击的感觉 因为他觉得比如说有老将在前面 那么小将像那个陈金啊 陈玉啊 这种男单选手都也冲上来了 包括我们看到他们在这次 这个两届公开赛上打得也都还不错 尽管抱春来在前面的比赛中 可能是战胜了这个陈金 但是应该说陈金陈玉的发挥 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他也感觉到小将 这个也是这个后届十足啊 而自己现在还没有拿过什么单打的冠军 所以他也感觉到了这种压力 那么他今年的目标就是 直指八月份的市井赛 以及之后的这个实运会 因为当他们小将 如果你达到一定实力以后 来冲击你的话 你真要跟他们对抗是相当难的 一是你背负的相当大的压力 第二他们是完全是轻装上阵的 这个球也是通过一个速度 让对方出现了判断的失误 你看到宝春来 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呢 是五比零领先 但是现在呢 他是落后了对手两分 看到他在场上就是 好像是很认真的去打了每一个球 但是没有一种好像我就是比你强 我应该赢你那种眼神啊 一种气质出现 看到唐学华指导的表情 也是比较严肃 对 他可能指导期难单啊 不像他指导女单那么的那么轻松 九球明显地出了底线 猪鬼一分 十比十一 所以难单选手在打每一场比赛 特别是达到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后决赛的时候 在场上消耗的体力是相当的大 嗯 16分 哦 判断来应该是多打一些这样的突击 利用他的身高优势 一分是追到了十一平 啊 也是被对方打杀了一个斜线 因为 李成伟他这个点的起跳啊 他可以向前面要轻掉滑板直线 嗯 也可以攻击 抱成了震舍 又可以劈对角 所以抱成了很难做出判断 对 没有预判之后 回球肯定就是 能回过去质量也不高 对 能回过去也只是挡过去而已 进入十一平之后 接下来的几分很关键 距离这个十五分的比赛越来越近了 谁能在这个十一平之后 把这个比分的这个插住拉开 谁就应该是占得了先机 对 可惜了 可惜了 抱成了有点疑异 他认为这球是线上的好球 可能他认为是界内 嗯 但是裁判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出界的动作 啊 从画面上来看确实是一个压线的好球啊 可能一是裁判的他看的角度啊 可能 但我们是从通过电视这个画面的这个角度来看 好像觉得没有出界哈 有的时候裁判会出现一些误判 很正常 因为他也毕竟离这个球场也有一定的距离 对不对 而且看了每 那么多球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难民有几个眼花的 这也是允许的这个失误的这个概率范围之内的 而且球速很快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关键时刻 这种关键比分 对运动员来说确实很不公平啊 对 但是就要看你运动员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形态 你要觉得裁判是在针对你的话 你就会一直背负这个球的阴影 对 一直到比赛结束 因为前面抱出来是11比13落后 如果这个球能够拿回一分 这个拿回这个发球权的话 那可能会就会好很多 他现在想的就是想快点把比分接上去 每个出手都非常的着急 对 这样的话就事物要更多 其实刚才连续的换往前 好像就有一点不太明智 对不对 对方就在往前守着 你放的质量不高 对方就扑 你放的质量要求太高 就势必你自己会出现主要的事物 还是应该掉起来 这个拉开了打 球 非常漂亮 这个球是误判到他可能会推他自己的反手 这真的是环影颜色 对 你能抓我一个 我也扑你一个 而抱冲来先就是急着想抢到往前 让对方挑高球 他来进攻 这段时间双方真的都有点搏杀心理 对 都是积极主动的要上手 太可惜了 其实刚才他这个位置其实可以打很多个点 对不对 他就是因为可以打很多点 他可能犹豫了 又是想掉又想扣 随后去个球就下了 想法太多 这样的话 李初魏 拿下一分 就可以拿下第二局的比赛 继续谈到后场 但是李初魏自己也是有点急于求成 对 这样的球如果在比赛一开始 他绝对不会杀出现 其实难度并不大 对不对 他想再杀的靠边一点 就是在不同的比赛分的情况下 运动员的心态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要就是说 一点都没有想法 想赢这场球 或者是想拿下结婚是不可能的 对 那就是在这么关键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在自己稍微冷静一下自己的头脑 这就是成为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 这样的话 报纸来呢是又夺回了发球权 12比14 非常可惜 就是打他的反省 全场的奔跑 这时候报纸来好像应该是落点 是想寻求一些落点的变化 但是手上也真的是有一些紧张 毕竟他也非常失去这一局 对 但是非常可惜 是于愿为 这样的话 李崇伟15比12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双方在大比分上战成了1比1平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待会呢继续来欣赏双方决胜局的争斗 最后的这些级张 这是个小专门的故事 在一场角色 我会不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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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会不打扮 雪碧 透心凉 心飞扬 多乐视金庄物和一墙面期 能强力覆盖电纹 解决所有墙面问题 狐狭墙面完美选择 多乐视金庄物和一墙面期 远在1870年 轩尼士先生邀请执行之友 分享他史创的经典感应 他们都是别具慧眼的一代鉴赏家 不论当年还是今日 轩尼士XO 1870年原创的XO 全新森德利超级伟体 迅速补水 时刻保持超级状态 超级围体 切磁登场 我们的优务期真的已经快了 麦当劳留起我促失良心的心痛 给我365天的优惠 赢过5元 享用滋味经典的麦香机 比起更多美味 全在优质选 我只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一同欣赏 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 这是南丹的一场半决赛 在中国选手鲍春莱和东道主选手 李宗伟之间展开 双方在前面两局的缠斗中呢 是鲍春莱首先是先下一城 随后呢是李宗伟15比12扳回了一局 这样的话双方是来到了第三局决胜局的较量 小派也是派的抱起来一个可能是过往机球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这个中国羽毛球队啊 就兴起了学英语的热潮 抱春莱也是在这个繁忙的训练比赛中间啊 抽时间在学习英语 确实像这个运动员 因为要经常参加这种国际大赛 学习英语对他们这个出去比赛啊 包括尤其是跟这个裁判啊 和运动员这个其他国外的运动员的交流 很有帮助 对对 因为每天的训练的话 等于是占用一天所有的时间 平时一些治疗啊 一些放松 没有什么时间去学习英语 对 所以抱春莱他能够这个挤出时间去学习啊 坚持 这说明这个运动员还是非常 这个对自身要求非常高的一名选手 而且也非常有毅力 他一直在坚持 他说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一定会有成效的 那在一些大型比赛中 如果你跟裁判会有一些简单英语 跟他们碰到一些问题啊 碰到一些疑问 其实沟通的话 其实反而会很好 对不对 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理解裁判说的是什么意思 也没有办法跟裁判沟通 那么可能会形成一种抵触的情绪 这样就不好了 会影响到比赛 其实裁判你说他错判误判 可能他顶多会吃到一些这个国际雨帘的警告啊 或者怎么样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对运动员来说就太残酷了 就会因为一个球而失去这场比赛 这局一直讨厌双方的意志 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体力方面看谁能顶住 对球还是杀到了鲍春来的反手 好像经过前面两局的缠斗 这个体力消耗也非常大 鲍春来好像感觉有点这个跑不动的感觉 对反应有点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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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这个球其实难度变不上 对啊 明显的就没有第一局啊 在你强的那么积极 对 因为可能这个馆也有这么多观众的话 相对会更加提高他的温度 可能前面的比赛中呢 还能够享受一些冷气 这个关了之后还能有一些这种 应该说是雨冷啊 冷气的一些这个雨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比赛进行了几个小时过去了 前面打了混霜 打了这个女单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闷热的 对 而且进入到了第二局之后 呃 场上的马来西亚观众也是为东道主选手啊 李重伟每个球都是要在加油喝彩 对 视频对鲍春来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有的时候场上这些喊吊声很大 会影响你的一些反应 嗯 因为我们知道羽毛球 它也是要求速度非常快 有的时候你要听着这个球的这个 来的这个声音 对 来判断一些 嗯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 这个相对的反应 对 如果听不见这个球的这个 这个过来的这个声音的话 也可能会影响到你出手的那种质量 我们有的时候会常经常自己尝试你如果把两个耳朵你堵起来的我们来打球的话那个出球的质量会比正常的时候要差很多很多 嗯 所以这是有科学实践这个 这个违证的啊 因为整个一个人的反应速度判断都是靠五官来判断的 对 你们就是眼看六路耳朵大方的 通过这两句比赛我们感觉李崇伟还他的得分非常在不经意间就改造比赛了对 所以报上来他比赛经验还不是相当丰富 而且感觉到李崇伟他是很会捕捉战机的一个选手 对 尽量他是属于减少五位失误然后呢 突然然后打对方一个突击 对 他突然就是很容易让对方连续得分 对 这是想成为世界超一楼选手所万大不可取的地方 对 你居然全面沉寂之后叫进去哪怕你擦一下汗啊换个球 对 就是让对方来缓一缓的自己也缓一缓 因为在比赛中 嗯 比如说这个前面打成一比一啊 尤其是第二局能够这个追上来的选手一般在决胜局中的气势可能会更旺一些 嗯 就等于说是从死里逃生的那种感觉对 而这个第一局拿下来的选手呢可能往往在第二局的比赛中他存在着保一保的心理 我拼下来的这一局可能我就二比零结束战斗了 对 一下子没拼下来可能有点打乱他自己的这个呃原来的这种技战术啊或者是一种心绪也好啊 啊到了这个决胜局中就可能想赢怕输的这种成分又多了一些 反而对方又是一路追上来 对 应该说是杀气啊和士气都很足 因为你第一局赢了第二局肯定是延续的第一局那些打法 嗯 反而第二局输掉以后你可能自己没方向了 对对自己一些打法啊一些技战术不够自信的 好漂亮这个正手的斜线 现在抱起来我觉得他应该想一些办法 不光是靠单一的靠近进攻的得分 而是用连续的得分 嗯 嗯 四 七 这个球 倒是有一些 和前面有一些运用不同 突然他是发了一个往前的短球 双方在往前斗短之后 突然是给到了底线 铺了一个长球 今天报庆他在这一个放网 队队上唯一失误了好底线 就说明他的出手不够自信 可能又是想挑对方后场 又是想放网 这个球完全是对对方限制的 决胜局的比赛 打到八分之后呢 是要交换场地 那边林丹的这个比赛也已经结束了 林丹和丹麦选手盖特的比赛已经结束 林丹是在先是一局的情况下 以15比2和15比5连下两层 战胜了丹麦选手盖特 这样的话呢 是林丹已经率先闯入到了 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的 南丹的决赛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场比赛的胜者 将会和林丹来争夺 本届公开赛的南丹冠军 林丹第一局的比赛是9比15丢掉 他可能还是显得有一点换得换失打球 又想得分 但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 然后又渴望着对手来失误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场上的情况 林丛伟真的是美球最至在必得 杀气腾腾 其实有的时候你心里觉得好像这个对手很难打败 很难去胜它 但是你表面上不能像房子这样 没有斗志的表现出来 我在想抱重来有这样的技战术的 有这样好的这个身体条件 包括它的这个技战术也是非常全面 如果再有一点那么林丹的杀气 以及这个下宣泽的这种韧劲 这个选手真的是相当了得 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 他就是说第一局抱前来年很难举应他 因为他上来精力啊体力都很充沛 他的球确实很刁钻 但是打到后面他还是用一味的用这种方法来得分的话 就会显得比较单调一点 而且通过这个比赛的继续啊 李崇伟也是找到了抱重来的一些弱点 比如说他的反手 比如说他的转身速度比较慢 这些都是李崇伟可以这个找到脱户口的地方 也是可以得分的手段 我们看到这个南丹的教练 刚才可能是应该跟林丹做好场外指导的中波 也是来到了抱春来的比赛的场边 他可能对自己刺激的球材 他可能看着有一些有一些意义 但是你这时候比赛再进行之状 尤其是刚刚那几个球已经过去了 再提出任何意义都没有什么 应该说是于事无果 对 还是得靠抱春来自己来调整 但是从抱春来的表情来看 好像对这几个球虽然有意义 但是没有多大影响 可能他的体力在明显的下降 也就常常显得不是那么的灵活 对 跑动也不是那么积极了 感觉抱春来有点放火下山的意思 如果他不把对方的这个士气给压制的话 这个比赛没法打 对而且大比分落后 5比13 你在说几年下降就会影响到你的精力下降 精力下降就出球就 抱春来他现在开始发赶球赶球是不是就是说明他要发赶球要抢攻了 希望对方调起来 对 由他来进行后场的杀球 哇塞球 这个位置是 比成为屡试不爽啊 多次 杀斜线 嗯 质地有声 自己做了一个球没有去保护 又是牙刀反手 轻调往前 哇塞 又是一个见内球 意味着抱春来的判断失误了 14比7 这是李冲的赛点了 抱春来应该在这个平时的训练中我认为啊 多打一些逆风球 对 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处于逆境的情况下 在落后的情况下 在裁判判罚这个不公顿的情况下 在场外观众形成一边倒的情况下该怎么去打球 就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更为有利一些 但是往往这些就是 平时学员都是很难模拟的 嗯 就一定要在场上看你自己去怎么样承受它 但是友谊可以在队内打一些比赛 比如说就是 10比14落后 或者说是 7比14落后 看该怎么去打这个球 对 我觉得抱春来他现在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 不能轻易的给对方连续得分 嗯 对方一下就连得就是4分5分 9级14落后 其实单从一个球度来看 李宣伟很多次都从他的反水来得分 他抱起来并没有很好的什么改变 érence排线 第十四十九 整个场地就是看着这场场 以为像决赛 因为另一场男单半的决赛已经结束了 非常可惜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真的是如大部分的情势一样 就是说后来者居上 李承伟是在先试一局的情况下 和林丹情况一样 然后是连丹两局 然后闯入到了本届公开赛的男单的决赛 应该说 李重伟 这次也是借着主场之力 天时地利人和 杀气腾腾 一路杀入了男单的决赛 保春来非常遗憾 又一次和决赛擦肩而过 就是继新加坡公开赛之后 又一次没有能够闯关成功 止步于半决赛 其他一队他的实力应该可以 好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几场半决赛的转播就快要结束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明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决赛的比赛 首先呢是在明天下午的1点45分开始呢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混双的决赛是在中国选手陈奇球赵婷婷和韩国选手李宰镇和李孝珍之间展开 随后是一场女单的决赛是在中国队的两名队友之间进行朱灵和张宁 随后的男单决赛呢是我们看到的刚才获胜的李重伟 马来西亚选手李重伟和中国选手林丹 随后的女双决赛也是在两对中国选手之间进行 杨威张杰文和高林黄岁 那么男双的决赛呢是在中国选手蔡云富海峰和印尼选手陈甲亮和西吉特之间展开 那么好的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明天下午的1点45分准时收看 我们为您带来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的五场单项的决赛 那我们明天下午